做过这三件事的男人对你再好都不能要 在恋爱和婚姻中,女人一定要能够插亮双眼 找到适合自己的另外一半 找到一个自己最中心属的港湾 在日常生活之中,如果你遇到一个男人 做过这三件事,那么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去爱他 哪怕他再优秀,对你再好都不要去爱他 1.出轨过 一个出轨过的男人绝对不是一个好男人 无论他有任何理由,有任何借口 都不能够改变他是一个渣男的本子 也是不能够改变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的本子 如果他出轨了第一次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出轨第二次,第三次等等 这样的男人留在家里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随时都有可能伤害自己 2.有过家暴的男人 如果一个男人有家暴倾向 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男人是打死都不能要的 宁可自己一个人安心地过下去 也不要去遭受身体上的痛苦 这样的男人不会爱你,只会狠狠伤害你 不要去接近这种男人,很危险 3.不孝顺的男人 如果一个男人对待自己父母都不孝顺 那么你又怎么能够指望他对你好呢 毫无疑问,这根本就是不现实的 更不要指望他对你的父母亲人好了 更加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样的男人,有一个远离一个 他们只是在利用你达成他们的目的 你只是他们的一个猎物 或者是有利用价值的人 宠杰,一个男人对你再好,也不要在迷恋中迷失自我 要擦亮双眼,仔细观察他是否有以上三点 但但凡有那么一点,都要抓紧时间离开他 因为遇到这样的男人,往往最终受伤害的都是你 毫无疑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